歡迎大家收看錄音廠檔 今個星期六和上個星期六一樣 在澳洲的色味方面 蘭域馬場繼續在賽事轉播來香港 到星期六的早上 我們將會轉播 女王伊利莎白錦標賽馬的 七場賽事來到香港 今集我們有很多資料要準備 因為會說兩項一級賽 其中一項主題賽事 女王伊利莎白錦標 另一項是色尼杯 不過幸好這次賽日 依然保持高獎金 但跑完這一次之後 獎金當地因為疫情關係要下降 沒辦法 新南威爾斯賽馬會 你都宣佈會繼續減獎金 也沒辦法 因為疫情所限 入場人數也沒有 就閉門 說真的 我在當地又讓碼 那時連續三年收到加獎金的電郵 不知道多開心 說清楚 雖然現在要減10%左右 但其實不是影響太大 因為之前加下來也不只加到10% 希望純粹只是為了這次疫情事件 也希望盡快過去 留意我們會轉播七場賽事來到香港 哪七場賽事呢 剛才說的其中兩項 幾項的一級賽 我們看到澳洲橡樹大賽 西尼杯女王伊莉莎白錦標和草信女王錦標都是一級賽 即是三四五六場 一二七場是二級賽 頭場開跑時間是11時20分 尾場是3時10分 第一節會談主題賽事先的 女王伊莎白錦標 這項賽事其實在西尼都很悠久的賽事 當地本來沒有那麼受注目 其實是近年那麼受注目 但原來跑的時候已經去到一百五幾年了 沒錯 一百五一年 當時當然不是女王伊莎白錦標 那時還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年代 因為澳洲大家都明白曾經是英國統治的地方 所以要搞一場賽事 就是紀念他們的那位女王 從那時已經開始有了 到了1955年 就由女王伊莉莎白錦標 正式拿這個名字 其實賽程也跑過很多 有跑過四千八 有三千六 有二千八 二千四 二千 最後落湖就跑二千米 在1986年開始就變成二千米的賽事 所以這個女王不僅一個女王 這麼簡單的 維多利亞女王和女王伊莎白 其實在這項賽事也定勝過 用他們來尊重的指標 我相信是 這場賽事就是為了南域馬場 跑二千米的圖程 其實檔位也挺重要 看看賽道圖 這場賽事我們近年都經常會看 南域馬場的二千米起步之後要怎樣 很快 有一條大概二百米的直路 很快轉第一個彎 他就不用過多次終點 是 但是因為他的彎 每個人都寬闊 每個人都大 所以雖然排外檔會受影響 但是只要你夠快 都可以殺得到埋黎 出錯馬方面 很多外地的代表 例如日本的代表 也是田優企 外國過來的 我們看到有加達布這些馬 紐西蘭代表有這些狂沙 甚至如果再數下去 我們看到信誓坦坦贏完 麥爾本杯 華里納出了很多隻馬 其實我自己覺得 好像幾隻都不是很特別 今年他就沒有雲屍才在 出到五匹 看看能否抗衡外隊來挑戰 其實我看是困難的 因為這次外隊馬 其實也挺厲害 所謂的外隊 幾匹 野田優企 加達布 以及一對紐西蘭的代表 狂沙和旋律美人 比較特別留意配搭 麥杜朗 在適理之後 現在是前領騎士之一 以及他是紐西蘭籍的騎士 實際上 但這次他做了東螢邦 野田優企 他騎了這一匹 究竟來龍去脈是怎樣 是否他自己主動選騎 他們來臨時 他們接觸我 星期或星期 後 Diamond 不能上升 而是 you've had a bit of experience on japanese horses real impact in a 2015 george rider so you know when the right japanese horse comes that can be very effective yeah he was a star that year too he was a actually similar build like big strong sort of horse carries themselves really well and he was a great miler this horse he feels every bit of it as good as that and he's probably a bit more exposed in terms of better form as well so it's pretty exciting 原來一個電話打來他就立即答應他不是沒有看馬騎的 不過你問我雍容爾雅和他我也選他 雍容爾雅他騎開的 的確你說計實力野田優奇我都會相信是勝過雍容爾雅一籌 其實他今季2020年是初出的 不過因為比較早下去了 所以都可以趁著在疫情問題之前有些朋友都跟進去 所以應該狀態沒什麼特別大的問題 特別要提到就是上季其實他在最後兩場一級賽分別都是輸給一對同主馬 那些不是挺會載的 同賽伊的馬 那是哪些呢 幸木冠軍車手 幸木那場我們有轉播 就是秋季天皇上 沒錯 雖然說都是2000的 但是因為幸木畢竟是馬後 他真的是德國籃子 在中間籃籃籃 不過我自己又會覺得其實如果你看回 同場在他跑第二 即是他跑第二 三四五七八名那些馬 他內側 其實他有一級水準 對 他內側那隻厲害 龍神哲卿 是很厲害的馬 那這場斷速又斷斷快 總時間又快 這些優勝也快賽事 就是 甚至乎你數分 其實這一組呂王一利三八錦標 我當你掩著一 有哪隻夠膽可以跑得到第二 其實沒得多 真的太問號 就是 再加上上季這人馬 在季頭的時候 他們當季 即是三月份的時候 試過贏了龍百合 這些不是假的賽職 我覺得 所以跑2000 我看他對這一群馬 是真的應有餘的 而且你看他近期 日本馬 白朗冰川 只是普通的三級賽事的馬 都可以贏到澳洲的孝菲爾得杯 甚至乎上屆 賢者都可以跑到第二 洞刀都可以 這隻馬的比喻 這些是槍 過來可以搶錢 其實能力我沒有懷疑過 不過那些野田系 在我們楊直播賽事 暫時都不是太老禮 希望在澳洲好些 希望 還未開到估計 上次高重工感機 重擊就重擊了 端端都不知道跑到哪裡 就是這一點 但如果說 在我們最近直播好運的 其中一位人兄 非保訊莫屬 又形式來打比 這次他在兩匹的 紐西蘭代表裡 選了狂沙 這支我們未見過 在佐治萊德錦標 有些不錯的表現 其實是很當銳 很當銳的 是 亦可以看高興崇拜 只要看狂沙 佐治萊德錦標 他在外檔追上來 因為他追上來的時候 可能是這1600都短 我也說他有點短 追上去 勁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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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炒飯糕炒到 挺好看的 不過說真的 我有一點點覺得 這場有點不為異甚 雖然當日有很多朋友注視 也因為之前那場 贏過雄蓉爾牙 但是你看到他發揮上面 好像真的不斷移 我想都是因為要把目標 擺放在這場 更高獎金的賽事裡面 是的 一來現在可能都發展了 跑長一點 二來就注入配搭 因為大家都知道 旋律美人是紐西蘭現任馬後 上一次唐家士打理賽 當時還是保順跑 但是這次兩匹同彩爾的馬 不罪了 不要攪算給別人 簡直是狂沙 而這匹狂沙 其實去年我們沒有轉過國士盾 當時是第三名 很厲害 只是輸給雍庸百合級數的馬 現在對一般的澳洲馬 他始終是紐西蘭馬底 跑這些長途 我相信有一定的把握 兩隻同珠馬 怎麼都相信保順的選擇 剛剛浩然所說的 郭士吞入跑得好 再加上保順選擇 兩隻我都相信這隻比較多 不過旋律美人 是否真的完全不行 其實就未必 我嫌他一點點 因為他跑得比較多 因為如果對比狂沙 狂沙的里程是比較新的 但其實如果你說二千米 我不敢看小曬旋律給人 麥堅倫錦標 其實那場馬是贏得的 只要保順大意得制 留得太厚 就比前面的毛司長走掉了 不過如果真的要說 上一場唐加斯特的理賽 今天都 這次還有很多馬 會同場再對戰 其實隔了一個星期 看看哪些馬 順利美人 是其中一部分 前面有造仗 後面有軍王夢 以及科寧港 當然 如果一說到路程 上次有千六 科寧港 一定是稍微短一點 軍王夢 也是 軍王夢 大家都知道是當年的打氣 不會有千六 沿途走外諜 旋律美人 都曾經以為他有機會贏 都曾經出過眼頭 但要留意 因為他是掛頭牌 神經病 他跑到這樣就算是這樣的 其實都是 其實我自己心目中 剛才我們說過幾個馬名 當中軍王夢 和科寧港 因為當日的磅都不是輕 但都雙雙是追得好的 所以這次的加程 不可以完全抹殺他們的機會 不過是順利美人 雖然寶信不選這隻 不過幸好他換下 老麥 麥為海 也是一個很有大賽味的騎士 所以也不敢說太忽視他 而且這些Tiakao Stutt的馬 紐西蘭馬去到澳洲 通常都是 我們看到球鳴多於球利 即是落得牆 是沒甚麼說 正我是父 未必的 大家一起去奮力去跑 所以我嫌他自己 出賽是跑得多 一個兩歲跑到現在 但是他的能力 大家都見證了 所以這把馬 我也不敢完全看少了 除此之外 也可以看看其他外隊代表 因為這場賽事 其實有隻加達布 對 英國過來 我們都播過很多次 今年他來南威錦標 對著雍庸耳雅 兩隻馬都扔掉了後面的馬 其實雍庸耳雅 其實押著加達布 但是馬坤打下去 他的馬也很反應 揮迫雍庸耳雅 其實雍庸耳雅 再出都跑得好 中宋耳雅之後贏了 對 對 贏Tankred 鄧格錦標 對 不過說真的 因為雍庸耳雅 在上一場鄧格錦標之前 其實他一級賽 不是真的一隻 成日能夠有機會贏的馬 其實上名都不是 對 所以我自己又會覺得 到底是今年鄧格錦標的方法 低的 定義是英雍庸耳雅自己的星 其實我想了很久 不過也很幸運 因為始終加達布 都曾經在上年尾 在英國冠金錦標 跑第二 英國冠金錦標 水準也很高 有滴牙桌 變魔術 相信這隻都算是歐洲的一級馬 過來澳洲跑 是能吃到少許級數 始終歐洲長途馬 這組又不是特別多這類馬 所以可能他有些優勢也不定 他的對手裡有一部分信誓旦旦旦 大家都熟 他就代表澳洲 維護澳洲長途馬的尊嚴 他成功了 麥爾本杯贏了 我們都說 整場麥爾本杯24隻 根本只有兩隻馬 是由澳洲陪育 居然是他有份 上一次澳洲杯復出了 過了夏天之後 不過復出那場 其實都走得相當相當不錯 雖然你看到回來的演出 不是的 只有男子 你真的不要理他 只有男子 因為他的跑法是這樣的 不過我就擔心 始終贏麥爾本杯15磅 今次背到130 都的確受了考驗 還有維紀力 維紀力跑不到 因為他不可以過省過來跑 屬於他的騎士 我想也會比較好 不過這樣 真的他放在前面走 重磅跟你鬥男 不一定是值得的 因為傳統上 經常都會把這個麥爾本杯 和澳洲杯 作為一個比較 我們叫做大賽孖步 不容易做得到 但很少會用麥爾本杯 和文女王 伊爾沙巴錦標來做一個去比較 好像有一點 就不是很匹配 因為麥爾本杯 因為會來杯 大家跑回兩里 但這場賽事獎金 可能比較吸引 高一倍 剛才我們說過很多有賽職的馬 年輕人打擂台上來 可以挑戰一下 品酒名家就是 他最恐怖的一件事就是 他在打擂台上來 每次都會增強地對手 每次都是跟你按住修僵 對 這一場贏了一隻滿勝大將 直落在中檔 其實他越走越勁 他是慢慢脫開後面的馬 其實馬都不差 有滿勝大將如果 這匹馬本來是背湯尾騎開的 說起又說 無端端有兩位就不見了 這次是文女背湯尾都會停賽 所以他是交給郭立基 但原來郭立基 跑這隻品酒名家 可以的 OK的 好拍檔 所以這匹 我相信未見底 有些機會 可以來突擊也不行 好 這場賽事 其實這場賽事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嗎 先選擇 我先選擇 我相信外隊 應該選擇 2號的加達步 始終他都在英國 冠軍錦標跑第二 都算是歐洲的真正一級馬 過來澳洲跑那一場 也是對板 也證明了澳洲水土 適應沒有問題 我就喜歡這隻加達步 我也是外隊 例如在田休奇 其實我拿著兩個很重要的點 第一個點 就是日本馬的速度 是不同澳洲的中場 甚至紐西蘭也是 甚至紐西蘭也是 甚至歐洲也是 我覺得他已經可以很主動走法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特地去到星期五之後 再看一看場地 陸續轉好中 大爛地 我一定不會選擇他 但是地康復 我一定會選擇他 沒錯 越跑越快 這晚又可以 漁下那一匹都是外隊 對澳洲來說 對於西蘭的代表是狂沙 始終寶遜可以選擇 旋律美人 他都沒有這樣做 我相信狂沙是主力的機會很大 而且有時真的 跑馬也是 能力諸如 好球也要好運 如果說這套手風 他是抗力 寶遜真的近來挺好手風 會來打比又贏一次 所以有時人甲馬園 這批狂沙又騎乏騎熟 我覺得這場賽事 他有些機會奉杯 好,女王伊莉莎白錦標 不簡單的賽事 但我們也先談到這麼多 休息回來下一節談色尼杯